疫情後 室內空氣品質與通風受到重視 尤其向電影院場所 民眾憂心疾病傳染機率是否較高 但知名百貨隱城就響應環保局推動的 室內空氣品質認證場所計畫 主動開啟中央空調引入外氣 並自主裝設殺菌系統 為消費者提供安全觀賞電影的環境 獲得環保局經濟空平認證 我想首先大家可以知道在疫情過後 後疫情時代 過去我們可能都是用戴口罩 被動型的防疫 但是大家從後疫情時代之後 大家開始在思考我們怎麼樣來做主動的防疫 所以主動防疫就變成 現在大家最重視空氣 如何能夠有一個好的空氣品質 所以我想首先我要非常謝謝 我們微風集團 在我們去年3月14號開始推動 室內空品的場所認證的推動計畫 開始之後這個微風集團就一直非常的重視 而且很相挺 我要告訴各位的確 因為室內的空氣品質 對不只是對這個來的顧客消費者來講很重要 我覺得對在員工 我們自己對於員工的這個工作環境的照顧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微風集團非常重視員工的工作環境 重視消費者的這個環境安全 我想這真的是善盡所謂的我們這個社會企業責任 整個這個氣候變遷異常 所以很多各種異常氣候的來臨讓我們知道就是淨零碳排 這件事情是全世界每一個地球公民是一定要積極馬上進行的 所以我們也非常的感謝有台北市政府有環保局的這個代理之下 讓企業可以跟隨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這個環境真的是充滿的挑戰 企業不僅需要思考如何經營 就像剛才局長所說的 要承擔起更多的企業責任 所以企業不但要創造 而且要堅持更多環保的行動 就是企業的責任就是要帶動 帶動我們這個社會要一起共建好的一個城市 那微風集團呢 我們就是接連投入大概有500萬 在空調箱自主設備 我們也非常謝謝福基庄的這個除菌系統 那我們希望就是能夠提升員工工作環境的品質 那更能營造商場優質室內的空氣品質 保障消費者的呼吸健康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做到的 那麼微風呢 我們將ESG跟SDGS 我們是作為企業發展的目標 那我們深信只有堅持 透過共同的努力 保護好我們的地球 保護好我們的環境 企業才會永續 那麼我們秉持著以客為尊的這個理念 我們會繼續提供給顧客安全安心的商場 那麼我還是要再一次 謝謝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觀傳局還有福基庄 非常謝謝環保局的指導 那麼微風集團我們會再接再立在環保的議題 在ESG的議題當中 我們會堅持持續的努力的 這家影城是首家通過認證的電影院 在疫情後主動採取防疫措施 擅盡企業社會責任 也間接帶動北市觀光行銷 我想我們在推動之後的這一年多來 我們目前已經有130幾家的場所得到認證 我想這得到認證之後對我們來說 我們很希望台北市的各個場域 都能夠是一個安心安全 然後讓市民朋友們覺得 我出來不管是消費 我出來活動 我都能夠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裡 所以我想除了謝謝微風一起來努力之外 我覺得當然也跟大家報告 在很多的場所大家一起入序認證之後 我們環保局也特別推出了 室內空品的安心地圖的網站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把大家 所有得到認證的這些場域 都能夠公開出來 讓大家在出門的時候 他想要 譬如說我今天想看電影 那我一定要選全台灣第一個 得到經濟認證的電影院 那如果我要想要去吃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先去選全台灣第一個被認證 經濟認證的美食街呢 那這對 我覺得對消費者來講 他也是一個很正向的 讓他們覺得 我至少有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我想要非常拜託大家 和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 我特別要跟大家報告 市長我們講 市長在第一次跟大家在討論 這個室內空品的時候 市長就一直不斷強調 他說如果我們能夠讓市民朋友們 他覺得走到台北市的很多場域 的室內走進這個室內裡 他都感受到那個空氣 跟外面的這種空氣是一樣流通的 這麼清新的話 市長說那我們就真能做到 讓市民朋友們覺得安心放心 而且讓市民朋友們會覺得 台北市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我想這是希望和大家和我們一起努力 那未來的確我想在推動的室內空品計劃上面 還有很多我們要一起加油一起努力的部分 那當然我要謝謝福基莊 很長期來也很認真的在投注在這一塊 我也跟大家講 剛剛講到一百 這個它的細菌數 我告訴你要降到一百以下 一百左右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上我自己剛進來我就說 我以前看電影的時候都來微風看 那只是後來忙了以後 幾乎都已經很多年沒有踏進電影院 結果今天一走進來 哇覺得那個跟以前的電影院的感覺 那個呼吸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想這真的是很棒的一個環境 環貿局也開發市內空品安心地圖網站 民眾上網就可以看到取得認證的場所 目前已有131處場所響應 並鼓勵企業踊躍申請認證 會有免費室內空品巡檢資源 專家針對場所診斷給出改善建議 有助提升品牌形象 一起梳立優質空品典範 記者温宇君台北報導